接着我们来回顾操作系统这个部分的内容 那么对于操作系统我们通过了两个章节去学习的 分别有基础篇以及提升篇 那么这基础篇我们通过了16节课去学习操作系统 那么对于这个基础篇它其实内容可以分为这几个部分 概览、进程管理、作业管理、存储管理、文件管理以及设备管理 这几个部分去学习的 那么在概览的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 什么是操作系统对吧 然后我们了解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操作系统 以及我们了解了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 它可以管理这个意见资源 并且可以抽象这个资源 以及提供这个用户操作的接口 然后我们还了解了关于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概念 并发性、共享性、虚拟性还有这个义步性 然后是第二个部分进程管理 那么对于这个进程管理我们通过了 四节课去学习的 首先我们通过进程实体去了解了什么是进程 那么在进程实体这节课里面我们了解了 首先什么是进程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进程 以及进程的一个本质 那么进程它包括状态、优先级、程序、技术器、内存信息等等的一些数据 以及我们还了解了进程与现成的关系和区别 接着我们在五状态模型这节课里面我们了解了进程的五种状态 分别有这个就绪、阻塞、执行、创建和终止的这几个状态 那么这些状态是随着进程的启动、运行、结束和相互切换的一些状态 接着在进程的同步里面我们了解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问题 以及哲学家进程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就反映出我们必须要进行进程的同步 并且我们还了解了什么是临界资源 以及进程间同步的方法、进程间同步的方法 最后我们通过了Linux去了解进程的管理方法 那么在Linux里面我们就了解了进程的相关概念 包括什么是前台进程、什么是后台进程、什么是守护进程 以及进程的ID、父子进程的关系 然后我们还了解了操作进程的相关命令 包括这几个命令 那么这次节课是关于进程管理的这部分内容 然后我们就学习了作业管理 那么对于作业管理我们通过了两节课去学习的 分别有进程调度以及实索这两个部分去学习的 那么在进程调度我们首先了解了进程的调度概述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进程的调度 它有三种机制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那么关于这个调度算法我们介绍了四个算法 分别有先来先服务、短制程优先、高优先全优先 以及时间片轮转这几个算法的 那么前面的三个算法都是属于 非浅章式的算法 而第四种算法属于浅章式的算法 然后在实索这节课里面我们就学习了 实索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实索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知道 实索产生的四个必要条件 以及实索处理的一个算法 一样加算法 然后是这个存储管理 那么存储管理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存储管理的部分我们了解了内存的分配与回收 我们学习了内存分配的过程 以及内存回收的过程 接着我们了解了断页式存储管理 以及虚拟内存的概念 那么虚拟内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在虚拟内存我们了解了概述它是什么 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虚拟内存 以及关于虚拟内存的置换算法 FIFO、LRU以及LFU 接着我们也是结合了Linux 去学习超出系统的存储管理的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就学习了 party内存管理算法 以及交换空间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面交换空间很容易 跟虚拟内存混淆起来 所以这里面也是需要去区分 什么是虚拟内存 什么是交换空间的 接着是文件管理 那么文件管理我们学习了 文件的逻辑结构 包括有结构文件 无结构文件 顺序文件 还有这个索引文件 然后我们学习了 俯存的存储空间分配 包括连续分配 链接分配 以及索引分配 那么现在主流的都是使用索引分配 来进行磁盘空间的分配的 现在我们还学习了目录管理 我们知道通过目录数 我们可以唯一确认 某一个文件的路径 以及一个文件它有哪些相关的信息 然后我们了解了 Linux文件的基本操作 创建 删除 读取和写入 以及Linux文件的六种类型 之后我们还学习了Linux的文件系统 对吧 我们先对现在主流的文件系统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包括FAT NTFS 那么EST 2234 都是属于Linux的文件系统的 然后我们还了解了EST文件系统 它们是有哪些构造 以及每一个构造 每一个部分它是什么作用的 那么在EST文件系统里面 我们知道有Boot Sector 以及Block Gloop这两个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Linux文件系统的内容 最后我们还学习了设备管理这一个部分 那么关于设备管理 我们就了解了IO设备的分类 以及IO设备的缓冲区 还有这个主流的Spooling技术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 好的 那么这些就是关于操作系统的基础篇 六个部分 首先是操作系统的概览 然后是操作系统的五个功能 进程管理 作业管理 存储管理 文件管理 以及设备管理 那么除了这个基础篇以外 我们还学习了提升篇 那么提升篇主要是一些实践 对吧 首先是现成同步的实践 我们了解了这个呼气量 自选锁 图写锁 以及这个条件变量 然后我们学习了进程的同步实践 包括这个共享内存 以及UNIX预套机制两个部分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高级概念 包括这个用户态和内核态 三下文切换 以及现成和协程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个高级概念 我们在后面 在课程的第二期 我们还会推出相关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 同学们先要了解 这个高级概念 是在超速系统的提升篇的 那么后面我们在更新的时候 同学们就可以快速的 找到相关的内容 好的 那么关于超速系统 我们就回顾到这里 主要是有两个部分 基础篇和提升篇 我们在课程中开始 按摩